部份示威者晚上由蘭桂花下來 衝出不打街頭和德布道中交界坐在馬路中央 大批警員組成幾重人鏈 將他們前後包圍 雙方對視超過過半小時 現場路口一度全線封閉交通癱瘓 梁振英 打開 梁振英 打開 梁振英 打開 警方其後拘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鴻 說他涉嫌非法集會 梁國鴻說證明要求梁振英下台有後果 又說被捕和他提出彈劾梁振英議案有關 一百多名示威者轉到長江中心外示威 警方將他們重重包圍 賭樑遊行隊伍在昨晚抵達禮賓府後 將紙飛機擲入內表達不滿 又在外面紮營準備長期留守 由於警方阻止示威者圍繞禮賓府遊行都正門 部分人走到中環雪廠街和皇后大道中交界時 佔據馬路阻塞交通 開路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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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先後轉到雪廠街花園道前往禮賓府 但是受到警方阻撓 雙方多次交著 警方強調批出的不反對通知書 列明集會 只可以在禮賓府東集舉行 但是有關團體 突然提出全部人要到正門集會 警方曾經反建議分批到正門 但是被拒絕 警方又說 部分示威者的行為 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 故意堵塞主要幹道 妄顧自己和危害他人安全 會追究有關人士責任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宙報導